辽斋日益 朴松林 白话翻译 假姗姗 王成 王成是平原县旧时官宦人家的子弟 他很懒 因此家境更加贫穷 只剩下几间破屋子与妻子躺在马草席里 妻子对他续繁的埋怨难以度日 夏天的时候天气酷热 村子外面原先有个周家花园 现在强倒乌塌 只剩下一个凉亭 村子里的很多人为了避暑住在那里 王成也在其中 这天天亮后 大家都相继回家了 待到日上三竿 王成才起来 他磨磨蹭蹭的想要回家 忽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只金钗 捡起来一看 写着 宜宾府造 王成的祖父原来是横王府的宜宾 也就是亲王女婿 家里的旧物很多都标记着这种符号 王成因此拿着金钗犹豫猜测了一番 这时 有一个老妇人前来寻找丢失的金钗 王成虽然贫困 但为人耿直 就拿出金钗交给了他 老妇人很高兴 大大称赞了王成的品德 又说 这只金钗虽然不值钱 可这是我已故丈夫的遗物 王成问 您的丈夫是谁 老妇人回答说 是逝去的宜宾王俭之 王成吃惊地说 宜宾王俭之是我爷爷 你们怎么能相遇呢 老妇人也惊奇地说 王俭之真的是你的祖父吗 我是个狐仙 一百年前 与你祖父曾情神异后 你祖父死后 我就隐居起来了 我把金钗丢在这里 恰好被你捡到 这不是上天的安排吗 王成从前也曾听闻有位狐狸嫁给了祖父 相信了他的话 就邀请老妇人到家里去坐坐 老妇人跟着他去了 到了家中 王成叫妻子出来 只见他身着棉袄 容光暗淡 面有积色 老妇人不由地叹息说 哎 王简直的孙子也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了 他又看到灶里没生火 就问 家里的景况这样 依靠什么维持生计 王成的妻子于是细细述说了贫苦的遭遇 不禁屋叶哭泣了起来 老妇人把金钗交给他 去买些米回来 说三天以后再来与他们相见 王成要挽留他 老妇人说 你自己连妻子都养活不了 我住这儿 望着屋顶发愁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说完 镜子走了 王成向妻子叙说了老妇人的经历 妻子大为惊恐 王成又说起他的人意 让妻子把他当作婆婆侍奉 妻子答应了 不出所料 三天后 老妇人果然又来了 她拿出几两银子 让王成买回一石骨子 一石麦子 夜里 老妇人就与王成的妻子睡一张短床 王成的妻子刚开始还有些怕他 但后来发现他十分诚恳 也就不再有疑心了 第二天 老妇人对王成说 孙子 你勤快起来 去做些小生意 坐吃山空怎么能长久呢 王成将缺少本钱的顾虑告诉了他 老妇人说 你祖父在世的时候 金银绸缎任凭我拿 我因为自己是人事之外的人 不需要这些 所以没有多拿过 只有用来买胭脂水粉的四十两银子 至今还留着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你可以拿去全都买成葛布 选定日子赶到京城 就能得到些小利润 王成听了他的话 买回来五十多匹葛布 老妇人让他立即带上行李出门去 计算好六七天内就可以赶到京城 又嘱咐王成 你千万不能偷懒 不能懈怠 如果晚到一天就后悔莫及了 王成恭敬地答应了 就挑着货物上了路 他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雨 全身都被淋湿了 他平生没有吃过风霜之苦 觉得困乏不堪 因此决定先找一个旅店休息 不料一晚上雨从未停过 屋檐下雨水流得像一根绳子似的 过了一夜 道路泥泞得更加厉害 王成看见往来行人 都被悉泥摸过了脚脖子 怕受苦就推迟到中午 天刚刚有些干燥 却又乌云满天下起雨来 一直连住了两天 他才启程上路 快要到京城的时候 王成听人说 京城的葛布价格飞涨 心里暗暗高兴 到了京城后 他卸下行装 住进客店 店主对他的迟到感到可惜 原来 在此之前 去往南方的道路刚刚打通 没有多少葛布运到京城 但贝勒夫又急着要购买 因此 葛布的价格顿时高涨起来 价格比平时多了两倍 到王成入京的前一天 贝勒夫已经购买足额 后来运到葛布的人都很失望 店主把原委告诉王成以后 王成感到很郁闷 又过了一天 葛布运到京城的更多了 价格越来越低 王成因为没有利润 仍然不肯出售 这样迟疑了十几天 盘算着饮食等耗费已经很多 他心中倍感愁闷 这时 店主奉劝他低价出售葛布 另谋出路 王成听从了他的劝告 卖掉了葛布 但亏损十几两 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要做回去的准备 打开行囊一看 银子全没了 他惊慌地去告诉店主 店主无计可施 有人劝他去报告官府 责令店主赔偿 王成叹口气说道 这是因为我的运气实在太差了 怎么能迁怒店主呢 店主听说后 很感激他的人意 以无两银子相赠 劝慰着让他回去 王成觉得愧对祖母 陷入了内外徘徊 进退为果的境地 恰好这时 他看见街上有斗鞍蠢的 一赌就是几千文钱 每买一头 常常花费不止一百文钱 他心生一计 估计自己的钱 仅够贩卖鞍蠢的 就回去和店主商量 店主极力怂恿他去试试 并约定好 让他在店里吃住 分文不收 王成很高兴 就上了路 他买了满满一袋子鞍蠢 又回到了京城 店主也很欢喜 预祝他尽早卖光 不料 又下了一整夜的雨 天亮以后 街上水流如何 王成只好住在店里 等着天放晴 可这场雨 竟然连绵不断地下了好几天 还不见休止 他起身去看笼子 安蠢一只接一只地死去 他十分惊怕 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后 安蠢死得更多了 只剩下了几头 他就把他们 并在一个笼子里饲养 再过了一夜去看 只剩下一只安蠢 王成于是把情况告诉了店主 自己不由地泪如雨下 店主十分同情他的不幸 王成感到银钱亏光了 又家也难归 悲痛地只想熏死 店主又一次劝慰他 拉他一起再去看看 仅存的那只安蠢 认真看了一会儿 店主说 这好像是个不寻常的两种 其他安蠢之所以死去 有可能是被他咬死的 你现在也闲着没事 就请训练训练他 如果真是个两种 用他来赌博也可以谋生 王成听从了店主的建议 训练好了以后 店主让他带着安蠢 到街上赌顿酒饭 那只安蠢十分雄健 没赌必赢 店主很欢喜 把钱给王成 让他再与 专养安蠢的官身子弟去决战 结果三战三胜 半年后 王成居然有二十两的余额 王成心里更加宽慰 把这只安蠢看作性命一般 起先 大亲王特别喜欢斗安蠢 每逢元宵节 就放民间养安蠢的 进王府去与他养的互相搅斗 店主对王成说 现在发财的时候到了 就不知你的命运如何 于是 把王府斗安蠢的事告诉了他 带他一起前往 店主又叮嘱说 你如果输了 就自认倒霉吧 要是万一你的安蠢都剩了 亲王定要买你的安蠢 你不要答应 如果他实在要抢买 你只管看我的脸色行事 等我点头以后再答应他 王成说 没问题 到了王府 直接来斗安蠢的人很多 都已经挤在台阶下了 片刻之后 亲王走出了御殿 左右的官员宣布说 有冤一斗的上来 马上就有一个人手握着安蠢快步跑了上去 双方都放出了安蠢 两只安蠢刚以藤月相斗 亲王的就赢了 亲王不禁哈哈大笑 这样 不一会儿 登台后败下阵来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店主说 可以了 于是两人就上台了 亲王打亮了一下 说 眼睛里有怒气 这是一只刚勇善斗的安蠢 不可清理 就派出铁嘴安蠢比赛 两只安蠢一再藤月激斗后 王府的败了下来 亲王又选出更好的来斗 屡战屡败 亲王急忙命令 取出宫中针养的玉蠢来 一会儿就有人领他出来了 只见这只玉蠢 全身像鹿鸟一样 长着雪白的羽毛 确实不是一般的神勇之物 王城心中胆怯 恳求亲王停止比赛 说 大王的玉蠢 是天上的神物 要是我的鸟伤了 我就无法闯下去了 亲王笑着说 放出来吧 要是你的斗死了 本王会重金偿还 王城这才放出了安蠢 那只玉蠢一见对手 就直扑了过来 当玉蠢正扑过来的时候 王城的安蠢就趴扶在那里等着 玉蠢猛的一拙 王城的安蠢却突然跃起来 像飞翔的仙鹤时的向下攻击 两只安蠢忽近忽退 忽上忽下 一个小时后还分不出胜负 玉蠢渐渐的气力不支 开始松懈 而王城的安蠢却越战越勇 不一会儿 只见雪白的羽毛纷纷被着落在地 玉蠢垂落着翅膀逃走了 有上千人在围观 无不赞叹羡慕王城的安蠢 亲王于是把王城的安蠢要来 放在手上亲自把玩起来 仔细观察了一下王城的鸟 问王城 你的安蠢可以卖吗 王城回答说 小人没什么钱 只与他相依为命 不愿意卖呀 亲王又说 赏给你个好价钱 你马上就变成中等人家了 你愿意吧 王城低头考虑了很久 说 我本不愿意卖 考虑到大王既然这么喜好他 而且大王如果真能让小人一时无忧 我就无话可说 亲王问卖的价值 王城回答说 是一千两银子 亲王笑着说 傻汉子 这算什么珍宝 不值一千 王城说 大王不以为他是珍宝 小人却认为 他价值连成 比碧玉还贵重啊 亲王问 为什么呢 王城说 小人我拿着他到世上去斗 每天能得到好几两银子 换来成生成斗的谷米 一家十几口的温饱不成问题 什么宝物能像他这样 亲王又说 我不亏待你 就给你二百两银子 王城摇头拒绝 亲王无奈 又加一百两 王城偷眼看店主面不改色 就说 成大王的命令 请让我也减去一百两 亲王说 算了吧 一只鞍唇哪里值九百两 王城装起鞍唇就要走 亲王呼喊道 养鞍唇的回来 养鞍唇的回来 就六百两 你肯就卖 否则就算了 王城又看店主 店主仍然没有什么脸色变化 王城心里已经万分满足了 唯恐失去这个机会 就说 小人实在不愿从这个书卖掉 但怕讨价还价得罪你 没别的法子 就按王爷说的那样办吧 亲王十分欢喜 马上命令撑出银子交给他 王城拿了钱 倒完谢就离开了 店主埋怨他说 我怎么说的 你怎么能这样就卖了 再稍微坚持一会儿 八百两银子就在手中了 王城回到店里 把银子放在桌子上 要给店主一些 但遭到了拒绝 王城又执意要给 店主这才用算盘 算出了王城几个月来的饭钱 收下了 王城置办好行装回到家里 将自己的经历 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拿出银子 让大家一起高兴相庆 老夫人让他买下了三百亩粮田 盖起房屋 置办器具 又过上了祖上父族的生活 老夫人每天很早就起来 让王城督促故宫耕地 让媳妇督促家人织布 只要两人一偷懒 老夫人就训斥他们 王城夫妻倒也安分服帖 毫无怨言 三年后 家里更加富裕了 老夫人却告辞要走 王城夫妻俩哭着挽留他 老夫人也就留了下来 但到了第二天早晨 夫妻俩前去问候 他却已经咬然不见踪影了 我猜了 老夫人就在这里 我猜了